自1月24号 军队支援武汉医疗队出征武汉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4000多名军队医护人员一直在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抗争 近日 记者跟随军医宋彩平进入武汉市火神山医院感受这里的紧张节奏 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护理经验的老兵 宋彩平曾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 这次疫情 他主动请战来到抗疫一线 进入火神山医院工作 早上 记者见到了即将进入红区的宋彩平 在这个不足五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 宋彩平正在提醒队员们做好安全防护 宋彩平告诉记者 他深知烈性传染病对医护工作者的威胁 追在身后 反复提醒队员做好安全防护 成了他来到武汉后最操心的事 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有时候我们天天做 你都不见得记得非常非常准确 对对对 我觉得我带他们每次进出 我都是看着图来 你不要让我平记性跟你说 我们其实防护的每一个步骤 它都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反复提醒队员们 他也被大家公认为火神山里话最多的人 我就感觉像我妈一样 拿一个事老是说 就怕你这里穿防护穿错的 那里走路 从污染区出来的时候走错了 他的这个话多 完全是一种叫化疗 他就是一种治疗 他在就感觉有人陪着你 就有人盯着你 就有人护着你 五个多小时后 宋彩萍解除了红穴的茶房 此时正好有病人出院 忙碌了一上午的宋彩萍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今天我还是九位 前天应该也是九个病人出院 我每次送他们出院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高兴的东西 谈起在火神山的工作 最让宋彩萍感到欣慰的 还是能经常与患者近距离的交流 宋彩萍告诉记者 厚厚的防护服隔不断子弟兵对群众的爱 而这爱的力量也是互相的 宋彩萍说 疫情面前 医生救人要靠树 更要靠心 患者们对人民军队的爱 正是激发他努力工作的力量 烟幕降临 宋彩萍的工作仍在继续 宋彩萍表示 每天都有好消息 辛苦是值得的 希望并相信 在不远的一天 大家都可以脱下防护服 回归平静生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要通过关注 宋彩萍的工作价恨 现在从本来都是 ig闻的 Ohio霍或我 讲大家的选择 忍和她的解采